王立強啊 那傳出更多更多的東西 當然這需要查證 包括我方 包括澳洲 相信也包括美國 那最新傳出來的是 那麼他向澳洲投奔自由的時候呢 有12頁的中文相關的報告 但是呢這12頁的中文呢 我們沒有拿到 他也是我們的國安單位調查局呢 來到澳洲了以後 我們拿到了17頁翻成英文 那翻成英文呢 以後呢 裡面除了他所說的 韓國瑜否認的那一段 所謂2000多人民幣的這個支柱 韓國瑜否認 還說如果有的話他就退選之外 那在這17頁裡面呢 王立強透露了一個 除他之外還有10名的政治人物 台灣的政治人物 收受中國的一個金援 而且都是同陣營 還有檯面上這個參選 立法委員 候選人 當然這個都是王立強自己說的 還是就要 還必須經過查證 因為現在如果你把名單公布的話 那現在在檯面上這些人 就能否認嘛 還有就是他所說的 就算即便真有其事 那中共就不會手錄這麼粗 直接由這個統證機構幹什麼 就把哪一筆錢去給你嘛 而且上面錢還寫 中共給的 不可能嘛 你再簽個鈔句說 我有收到 沒有更大的程度嘛 不可能的 不是他要規避我們相關的政治先進法 人家中共是有頭腦的嘛 那麼沒有頭腦 我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說的 好 那王立強事實上呢 他自己本身說 我們中共不是環球時報 公布了一個影片嗎 這個影片說我就是王立強 我犯了什麼詐騙罪等等 有沒有這樣說一堆啦 其實那麼在台流亡的這個 中國的相關的作家 袁紅斌他透露了一個消息 一年事實上早在這個 更早之前 那麼他就已經跟這個 這個王立強接觸上了 為什麼呢 因為袁紅斌當時也是透過 向澳洲尋求政治庇護 所以當時他認識一個 澳洲一個P先生 應該看起來 應該也是華裔的先生 那華裔的這位P先生呢 他英文非常好 所以他也因為這樣子 跟王立強 他成為袁紅斌 跟王立強之間的一個橋樑 所以一個多月以前啊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也跟澳洲的媒體接觸 然後整個過程 他都非常的一個清楚 而且還說本來還要安排他 看看能不能來台灣 那事實上王立強特別說 2014年他已經在中國創新上班 所以2016年 不可能受審 好吧 告訴各位啦 就算王立強 就算就算就算 王立強2016年在那邊受審 又怎樣 我問各位嘛 中共吸收共諜有沒有 有沒有規定 跟以前的憲兵一樣 要查三代 沒前科才可以加入共諜 沒有這個規定吧 有沒有前科跟有 是不是共諜 是兩回事 要去查他到底 有沒有這回事比較重要 好 那麼在相關的這個人說 爆料的過程當中 有一位議員也跳出來講 他有個朋友 見過王立強三次 那麼曾經在台灣見過兩次 那也在北京見過一次 那他是以皇立這個畫家的身分呢 來跟他的朋友見到面 他叫黃立新 這是我們聽到的第三個名字了 王立強 王強 黃立新嘛 因為你要知道 常常會有很多疊敗工作的話 很多的畫名等等 那當時是用油畫畫家的方式 見過不過 在北京見過的一次 是由台灣民協舉辦的 那麼代表是高雄新住民協會執行長 韓方 韓方否認 各位我們要介紹一下韓方 為什麼呢 韓方是一位來自於中國 嫁到台灣來的一個新住民 那他很活躍 對藝術畫畫很活躍 他的先生叫做蔣全翰 不僅是國民黨的這個 應該是中央委員 那麼也是力挺韓國瑜 所以現在是高雄市政府的顧問 有這樣的一個身分 但是 金發協會總幹事 對 但是他否認 這個包括韓方 他們都否認說我沒有見過他 印象中沒有見過這個人 好像只有新聞報導裡面這樣看到 但是他否認 不過這件事情裡面 事實上從王立強這個地方 爆發了一個影子之後 真正重要的 現在包括澳洲跟美國 其實他們最關心的是向心 向心到底背後隱藏的是什麼 如果你們要發現一件事嗎 環球時報一向是中共的鷹犬 環球時報想盡辦法 要把王立強說 騙子騙子 詐騙集團有沒有 要把他打打打打打打 但是很奇怪喔 他對象星說商人商人 是一個捲入 他媽媽只是普通商人 不是情報工作者 而且還捲入人家的 那個吸金詐騙案嘛 所以還賠了一大筆錢 不對啊 你打開他整個經歷 在香港的總公司 像中國創新這些 你仔細看 他到底賺了什麼錢 他如果大賠了一大筆錢 為什麼 花兩億多代兩年前 來台灣買豪宅 然後現在又要花五億 要投資台灣的清水低了 然後又要花一千多萬 又要去買林口的相關的房子 所以象星到底是不是共諜 那麼我們的檢調單位 一定會更加抽絲剝繭的 一一的過濾